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用油车跑滴滴的雷锋司机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洗车卡有多少 这是我的洗车卡 这样一张 就这洗车卡啊 只是冰山一角毛毛雨 我还拿了好多给我朋友 这洗车卡是怎么来的呢 加200块钱的油是两张 加100块钱的油是一张 就是这样来的 我都不知道加了多少油了 这里至少有三四百张 然后之前以前还自己还用了很多张 然后给我朋友那么多张 看了这都是为加油站做了多少贡献啊 我都不知道我加了多少油了 因为我的上面有那个支付记录 我也没具体去算 每个月三千多块钱的油 跑一年下来就是好几万 哎 可能大家看得出来 我想想这个心情也就是 格外的纠结啊 格外的纠结啊 油价这么高 而且现在天气这么热 对吧 想想想人家电车 想想人家的烧气的车 冬天嘛还好一点 特别是这夏天 开空调老费油了 就像很多网友说的 的确 像我们这种油车 不适合跑滴滴 但是我现在也尽量的在改变了啊 上午基本上都不出车 直接跑夜班嘛 跑夜班的话价格稍微高一点 也不用开空调 这样的话 还能坚持坚持 大家也不用去奉劝我了 打螺丝啊什么的 自然而然的 反正我的现在的心态也就 很随和了 实在干不下去了 干疲倦了 扛不住了 对吧 自然而然的 就会退出这个行情 因为这个油价的确太高了 顺其自然吧 这个东西 能跑就先跑 不能跑 有合适的其他事情 就做其他事情 对吧 不赚钱的事情 谁也不可能一直去做 一直去做的话 说句实话啊 怎么说 除非是老子有问题 对不对 很多人说啊 跑车赚不赚钱 无所谓 主要是开心就行 对吧 当雷锋 这个是错误的啊 谁谁谁谁 谁愿意出来当雷锋啊 对吧 大热天的 一天没事干 在家陪陪家人不好吗 这都是都是老实话啊 其实很多跑油车的师傅 和我的心态 可能都是差不多的啊 如果有更好的选择 目前 我肯定也不会来跑这个网约车 只是说现在目前为止 没有更好的选择 等我有好的选择了 我肯定毅然决然的 退出这个网约车 不会再跑这个网约车 赚不到钱怎么跑嘛 对吧 不是说赚不到钱 是赚不到特别多的钱 你哪怕一个月跑一万能流水 马上扣出油费 还有六千块钱 对吧 那搞个屁啊 然后你还要保养 还有各方面的车子耗损啊 这些算下来 而且你每天跑十四五个小时 其实想想的话 真的也没什么跑头 但是说实话啊 没有更好的选择 这就是很多人在坚持的原因 或者说就像经常打罗斯一样 如果经常打罗斯三四千块钱 一个月上十二个小时的班 我宁愿选择跑滴滴也不愿意去 这就是心酸无赖 懂吧 没办法 然后坚持吧 再加上可能用自己心理上的安慰就是这个疫情影响 可能各大行业都不好干 再坚持坚持 等这个疫情过了可能会好一点 这就是安慰自己 每次当觉得跑不下去的时候 就这样安慰自己 大多数油车都是我这种想法 这个行业自由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一切都是虚的 其实 说多了的吧 瞬间自己说实话都没有信心了 大家还是要坚持出车 对吧 接单子 赚钱 不要懒惰 至少说赚不到钱嘛 把自己的积极性给 调整一下啊 唉 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拜拜 拜拜